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五角大流的国防项目科幻变现实 利用虾兵鞋像,感知敌方潜艇 战机上的人工智慧副驾驶,击败王牌飞行员 美国的六代机推测 欺骗露弹甚至人类的电章全色图 核融合反应路同时空改造武器 大家好,欢迎来到远山之静室,我是林远山 经过20年的反空行动,美军的战略重新转合大国竞争 面对中国和俄罗斯在军事战略资产上的不断推进 五角大流也开始推动超级技术 令人吃惊的是,这些技术是如此的不尋常 简直是科幻小时中的场景,正在进入军事领域 下面我们来为你介绍几个看起来很疯狂的 但又是五个大流与美国海军正在进行的项目 归岚起来,涉及的领域包括 国防高感研究计划局的虾兵鞋像探索潜艇 人工智慧飞行与第六代战机 以及美国海军的电章全色图与时空改造武器 近年来,俄罗斯在潜艇方面加大了投入 其潜艇部都在美国东海岸频繁出没 与此同时,中共继续生产094、096等战略核潜艇 在太平洋地区对美国的利益构成了挑战 如今,美国对可靠的潜艇探索手段的需求 被冷战以来的任何时候来得都要急避 今年5月,五国大楼发布了一张 中俄海军船活动的全球地图 图中的蓝色表示 俄罗斯海军的船船在美国东海岸活动频繁 红色是中国海军船在太平洋的活动 可以看到中共海军的终绩已延伸到南美洲和中美洲 甚至到美国的阿拉斯加沿海 因此,国防高级研究计划稿正在研究 如何动用虾兵骑将来协助探测敌方接顶 目标项目已进入第二阶段 在第一阶段中,持久性水生生物感测器项目 已证明海洋生物对潜艇的存在 能够做出反应,而且这种反应是能够被测量出来的 计划正在进行于第二阶段 着重于开发能够识别海底生物反应的感测器 当海底生物感觉到潜水艇般的大型外来物体时 会出现某种反应 持久性水生生物感测器在捕捉到海底生物的显著反应后 与已知的行为库进行比对,就能测算出 是否有敌人的潜顶在附近隐藏 目前,雷神BBN公司和洛格系统公司 都在研究手上下 第三个研究团队是弗罗里达的大西洋大学 他们是用伊士石板鱼作为新闻感测器 该项目阿多南托博士表示 海洋生物在大海中目处不在 很大程度上能够自我维持 以海洋生物为基础的传感系统 在不用发挥太多的情况下 可以提供持久的海底监视 下面我们让人工资委副驾驶上去 这是美国仓务系统公司的产品 其飞行能力简直令人堂目 去年8月,其AI飞行系统和 訓練有缩的美军F-16飞行员较量 竟取得五年性 人类飞行员无一次能命中目标 这次较量真是让美军对 人工智能驾驶挂目相看 在所有人工智慧系统中 创务系统在瞄准上 一直是最精准的 经常在战斗的第一回合中 就能用激光精确地打击对手 在整个比赛过程中 人工智慧飞行员的表现 被国防部官员和再长空军飞行员 广反描述为绝绝逼人 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表示 人工智慧副驾驶的目标 不是要取代人类 而是要用有能力的自动驾驶系统 对人类飞行员的能力进行补充 去年9月,美国空军宣布 已计计建筑和飞行第六代战机的原型机 震惊了世界 但五个大楼公布的细极却很少 最近,专家们根据现有的信息 对美国的六代机项目做出了一番推刹 当今世界上的五代机只有四种 美国的F22和F35 中国的殲20和俄罗斯的SO57 既然五代机全球如此稀有,僅僅四款 那六代机的标准又能是甚麽呢? 回答起这个问题来 说实话,有些自尊研科幻小算 专家们首先提出的可能性是 六代机不一定需要人类驾驶员 现在美国的无人机已能进入敌方空域进行空闸 随着人类飞行员不断调教人工智慧副驾驶 六代机或者会在无人类飞行员的情况下 执行某些任务 其次,专家们认为 六代机会变成众多中性寮机的管理中心 目前波音中性寮机等项目 正在为第六代战机开发和部阻无人机 似乎六代机确实将要在战场上管理和协调众多无人平台 与其竞争对手一样 美国军方已开始部署定向能武器 美国最新的超级航母福特号 甚至能够产生超过其所需的功率 用于支持未来的定向能武器 专家研判 第六代战机在这方面 几乎肯定会效仿 生产超出其需要的电能 专家预计 六代机将会进入战火机的地区作战 紧张程度 甚至会让F-35和F-22飞行员直无冷汗 专家们最后总结说 六代机将会是一个移动作战中心 被超级保护的指挥堡虑 将敌方腹地如有无人之境 综合协调文军的各种战斗资产 对目标发起精确的打击 如果以上三个项目 听起来还是比较接地气 那么下面两个海军主导的研发项目 可能会更加贴近科幻大片中的场景 首先我们来看看可欺骗导弹 甚至人类的电章全色图 这个听起来似乎很疯狂 电章全色图可以欺骗导弹 甚至人类的眼睛 但这项技术已被运用 在空中创造了飘浮的激光电章球 还可以实际传输人的说话声 在地面上 这项技术被用来 开阻飘浮的连续闪光手榴弹 能让对手迷失放向 并限制其反应能力 现在美国海军使用这项技术 来制造隐形飞机的图像 让真实的隐形飞机 能够免于导弹的攻击 在实战中 隐形飞机可以被雷特的低频段发现 但打落隐形飞机 还是需要导弹来完成 经常使用的就是红外制度导弹 专门跟踪喷气机 发动机产生的红外信号 美国海军正在申请专利的新技术 就是要利用激缸来产生全式图 助而欺骗敌方的防空系统和导弹 让它们跟踪投射出去的全式图 根据五个大楼的专利 这种激缸系统 可以安装在飞机的尾部 在探测到来袭导弹之后 向飞机之外的几百米远柱 投射出弱缸过飞机的电章全式图 让来袭导弹去攻击有利电章体战机 而不是真正的飞机 研究人员表示 这些激缸有毒的电章体系 不单能无以红外线讯号 亦可以发射出紫外线 甚至发出海建缸 据称在未来 这种方法可以在导弹防御系统中使用 从空中平台向地面投射的全式图 能无以下不存在的航母攻击群 甚至是整个城市 从而将来袭的导弹引流到无人区域 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是 2019年被国海军空战中心飞机部 申请的超乎尋常的专利 从理论上说 这些专利不单可彻底改变军事航空 而且几乎可以改变一切 海军UFO级别专利的申请人 是海军航空航天攻击师派斯博士 目前攻击于海军战略计划部门 近年因发表紧凑形 最变反映劳能源的专利而名声大噪 其技术正在被美国海军投资和开发 派斯博士认为 通过控制带电物质的加速船转或震动 可产生高能电磁场 可在最基本的层面上 設計我们现实的结构 在派斯的若干专利中 如实现预期效果 高能电磁场发生气 可产生大量电力 具有深远的军事和商业意义 成为世界上第一个高效的罪变反应路 根据专理描述 该装置的尺寸 只有一辆SUV大小所承载的罪变反应 可能产生千兆亚 甚至万兆亚的电力 相比之下 一个大型煤厂或中型核电反应路 只能产生一至两千兆亚的电力 如近乎无限的清洁能源 还不够疯狂 这位海航工值司领导的另一个分支 将让人们看到时空改造武器的单身 用其话说 相比之下 轻弹似乎近似一个鞭炮 从中衍生出来的高频 引力波发生气 具称能产生引力波 趕远了 便能把宇宙飞船开到想去的地方 根据一用态 改变侵入地球的小核星轨迹 当然 只对直径100米以下的小核星起作用 PiCBOSS还提出了 关性质量减少装置 理论物理认为 当物体达到光速时 质量会增加到无限大 需要无限的能量力继续移动 PiCBOSS的串利装置 只是操纵了量子墙的波动 将能减少车辆的惯性和引力质量减少 让物体能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行驶 这种减少物质质量的能力 在太空旅行上会产生不可思议的影响 无独有偶 6月1月公布的美国UFO报告 既机密版本日杂要 后来由著名UFO历史学家多难投出 杂要中谈到了 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正在 负责研究几种推进系统 几种就包括PiCBOSS的 专利压缩核推进系统 以上是今天的传播内容 欢迎你给我们留言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不要忘记订阅、分享和点赞 多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见